現在的第幾個字開始算 算幾個字給我 可以理解這個道理 這好像前面也有做過類似的吧 我們要找什麼 108 Table Array 你要108 可是你的對照表在哪裡 Table Array 就是你的對照表在 單位這個工作表裡面 所以點這邊 再點單位 單位裡面的話 告訴大家什麼 我的範圍 是從A2 特別就是上面這個表選 A2 一直選選選 選到哪裡呢 選到B的46 按SHIP鍵 這個時候的話 它會幫你把這個單位選 不過你會發現 實際上這個範圍 它已經給我們一個什麼 一個名稱 就是叫做單位 所以你也可以按F3 這個地方的話 也會出現什麼 不對 它這個地方好像沒有 OK 再一次 單位 選A2 一直選 選到B46 這個範圍就是一個對照表 OK 好 好了之後的話 再來 那這個對照表裡面呢 有兩個籃 我們查的話 一定是查第一籃 那要帶回來的話 要帶回來第二籃 所以找到10 假設108 旁邊會有第二籃的資料 那第三個問題說 請問一下 那你要查第幾籃 因為只有兩籃 所以一定是第二籃 所以請你輸入二 那比對的方式是什麼 如果說 你要比的是完全一模一樣 108的話 那就輸入0 那如果說 你輸入1的話 是找 如果沒有108 它會找107 找 就是往下找最接近的 因為我們這邊有一模一樣 所以我就輸入0 好 輸入了四個問題 回答完之後 按確定 各位可以看到 108就幫你查出來 那底下的東西 會幫你全部查完 查完了 那當然你可以講 點兩下 全部都查完了 有沒有 一次就做完了 OK 所以這個方法 一定要學 你如果不會學的話 這個真的很難的 如果你用別的方法 絕對不可能比這個更快 OK 好 這邊的話我想各位先試一下 其他的話還有什麼 如果等一下做完了 組別 請找這個組別 升等 請你找這個升等 然後呢 比考核 就這個 考核部分的話 有三個成績 假 假 A- 很麻煩 它的平均 它的全部成績 在這邊 這個比4是這兩個 這兩個成績 到這邊 最後把它合計 再排名 這一題就完成了 OK 畫面先畫給各位 不要急著把它向下填 為什麼呢 因為你會發現 如果你住專 向下填滿 OK 可是如果你領主的話 你會發現 它會有個問題 因為領主 它的那個 筆數不一樣 有沒有 它是 40 不止 它底下 這麼多筆 100多筆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你向下填滿的話 你多選 它會以第一個為 就是為其準 其他的話 就沒有了 所以 做完之後 不要急著向下填滿 最後再填滿 分別把它自動填滿 OK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接下來要查到主別 主別部分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有個主別的對照表 這個主別 那我們來看一下 主別切過來 這邊的話 會有一個主別 不過你會發現 選取它 它會跳出 主別的名稱 也就是說 以後你可以用名稱 來代替這個範圍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